選前造勢衝刺選情 但為了封路搭接舞臺 而讓在地居民上班上課大遲到 這下可就才到民眾的大地雷了 來看到在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的民進黨 立委候選人賴平渝 昨天在戲紙要到旁邊 他封路造勢卻嚴重忽視了 戲紙最塞的交通問題是大家的煩惱 結果這下引爆了民怨 紛紛上網痛批 對這樣的狀況 他趕緊上網了青森火線 向網友致歉 希望趕緊止血 從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手中接下大旗 立委候選人賴平渝選前之夜 現場情緒高漲選民超興奮 不過另一群民眾卻對此感到相當不滿 賴平渝一月三號早上七點上班時間 就把忠孝東路封路來搭建造勢舞臺 導致一旁的新台五路 毀堵大塞車引發民眾不滿 戲紙在地的臉書社團上一篇又一篇抱怨貼文 表示因為賴平渝封路搭舞臺 讓戲紙居民上學上班之路受阻 甚至大遲到臉書PTT都出現批評聲浪指賴平渝顧著半造勢忽視交通問題 這有在地沒在地就是有差啦 那千萬不要因為敗票影響民眾影響交通 那我想完全就是因為賴平渝長期不關心地方 不了解地方才會產生這樣子的失誤 雖然賴平渝馬上在貼文底下一一回覆道歉 解釋自己為了避免造成交通擁塞 已經將造勢活動提早舉行 想要替爭議止血 但對手廖先祥對這說法再提出質疑 賴平渝在選前舉辦造勢活動 想拉抬身世凝聚選民 沒想到反而引起在地民眾不滿 也成為對手攻擊要點之一 記者藍金發林雨拉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